一朝目幸雨 一生念诗恩 教师节要到了 您是如何表达对大师的感激之情 老师的哪些金句名言 影响您的一生 让我们边聊边听相声 主板这么一打呀 我们唱起来好啊 唱一唱诗词歌赋杜甫和李白 相声大会精彩不断 敬请期待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相声大会 我是李嘉 我是回响 再过几天呢就是教师节了 在这儿我们祝老师们 节日快乐 第一个教师节啊 是在1985年呢 今年已经是第39个教师节了 没错 尊师重道呢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嘉姐我知道 您好像也有过当老师的经历 这你都知道啊 我有六年当老师的经历 教的是播音主持专业的上进课 我记得你好像也当过老师是吧 我就因为学相声嘛 所以说我后来传承相声的过程当中 我也当过相声的老师 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当老师真不容易 可见学相声的孩子有多淘气 不动手已经是对孩子最大的爱护了 那你当老师的时候 有没有学生给你表达教师节的这种 感谢和祝福 应该说他们的表达方式比较特别 和我当年当学生时候 表达的方式是一样的 怎么个表达 就是在教师节这天尽量地不气我 这已经算对老师的人质易尽了 可见学相声的娃娃是有多淘气 其实学艺术类的孩子 就会比较地活跃 也比较淘气 那我倒想知道 嘉姐您现在的小公子 也已经是上学了 那他对于老师 在教师节这天有什么情感的表达 因为他现在大了嘛 都已经初三了 所以他很多的想法是不跟我说的 但是小的时候我确实记忧心 他小的时候会在教师节前一天 自己写贺卡 画贺卡 虽然那字吧 歪七扭八的 但是很真实 我觉得那卡片很简陋 但是表达了孩子最真实的情感 所谓的理清情义重吧 也就是说这种尊师重道的情感 从小开始就培养起来了 是的 其实我知道这个相声 是最讲究传承的 你们也特别重视这师徒之间的情谊 对 所以说师父师父嘛 视师如父 是 那到了教师节 是不是你们也应该有所表示啊 那当然了 每到教师节的时候 我就会去我的师父 刘洪怡老师的家里头 首先来说要陪老人家吃一顿饭 好 当然吃这顿饭 然后老师累得够呛 他做呀 就是做少了还不行 然后吃完之后呢 我们可能把它没有吃了的 用不着的 我们觉得在他家 放着有点多余的东西 我们都打包带走 体现出对老人家的尊敬 那这不就是四个字 叫连吃再带 拿得不多 有点惭愧 惭愧啥 这还惭愧 开个玩笑啊 当然路遥比我拿得多呀 他怎么拿 我搭档路遥为了这事 都换成七座的车了 拿车拉呀 真的 你们俩可太有才了 不过说到洪一先生 我还真挺想到老人家的 因为之前他来相声大会做客 他有一句话 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哪句话 他说 谁爱相声 我爱谁 确实 老人家确实说过这样一句话 是吧 而且后边还有个括号 还有括号 谁不去家拿东西 我更爱谁 可见你多不受待见 开玩笑 那既然说到洪一先生 咱们听一下老先生的作品 好不好 好啊 好 一起来看 又到天津来了 这个天津的观众啊 非常的热情 对 尤其是对我们这上点年纪的老演员 是 您拿您来说 别客气 现在呀登台的机会不那么多 少了 年岁大了 是 今天八二多了 对 是吧 这个尤其您呢 为什么大家一上来鼓掌 大家热情 这是鼓励咱们 对 这掌声就是给您的 对 别这么说呀 老艺术家 咱俩的 您这是您这个 观众喜欢您 是 尤其是李老师 可以这么说啊 什么呢 满腹精伦 没有 哪是您大学问呢 您谦虚 不是不是 尤其李老师 不但在艺术上 有一定的成就 是 人品特别好 对对对对对对 好交朋友 傻咕咕 什么傻咕咕 您可以用这么四个字啊 哪四个字 您是热情好客 这倒是应该的啊 您看过去交朋友 交朋友效仿谁啊 效仿谁啊 三国啊 桃园三杰益 哎 刘关张 刘备官宇张飞 这么三位 真交朋友跟谁交啊 官宇官二爷 官云长 要说官宇这个人 中朝日月 对刘备 太好了 震古一人哪 是吗 官宇这个人 对刘备 忠贞不二 想当初 火烧徐州 对 官宇保着二位黄嫂 困在土山上了 囤土山约三世 有这么一回书 官宇进了陶营 进朝营以后 要说曹操 对官宇 那可以说 情不可谓不深 亦不可谓不厚 是 那真是 三天一小宴 五天一大宴 上马正金 下马正银 官丰汉寿亭侯 对 最后 把吕布的赤兔马 送给官宇了 多好 您想想 为大将者 是 得到宝马良居 那将来驰骋江场 如虎插翅的一般 对 官宇得多高兴 那是 但是 官宇这个人 怎么了 对刘备太好了 是 始终不忘桃园弟兄 结败之情 财博不动其心 绝路不宜其志 是 后来知道刘备有了下落了 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挂印封筋 罢桥挑袍 宝丁二位黄嫂 千里走单旗 拨五官斩六将黄壳渡口 刀劈琴齐 这才古城相会 是 到了古城了 要说他们哥仨见面的时候 啊 啊 啊 关宇心情高兴 那是啊 后来见着大哥了 对 给你分别十二年了 嘿 可见了面了 嘿 真不容易 你看尤其在戏曲里边 啊 古城会这出戏啊 表现关于大将的气势 哎 老爷的威风 全表现出来了 哎哎哎 尤其在 刘老师 咱来天津一趟不容易 您说的这古城会 老朋友们都基本上都看过 好啊 既然你说好了 嗯 你也别白来啊 那怎么着 咱 让刘老师给咱唱唱就行了 哈哈哈哈 啊 您给咱 模仿一下 模仿一下 啊 我给您学一学 啊 这出戏可不好唱啊 那当然 这是武戏文唱 哎 关老要唱出老爷的气势来 那是 得唱什么呀 昆牌子 是吗 哎 您瞧瞧 梅花板 嘿 吹枪 对 唱这个 嗯 我我给您学一学 来 我学一来 我们刘老师京剧门礼出身 嘿嘿 您别捧我了 我来了啊 您来来 您别光听我唱 您看我那表演 是吗 学一学老爷这个架势 嘿 尤其后边这个亮相 抢四步 赶三步 一瞧 最后这一亮相 我给您来来 来来来 怎么样 好 好的 头的天来小圆场 好 好 就这一亮相 老爷的妾室 大将的威风 都显出来了 所以说您看京剧 到这里唱昆枪 才好听 好听 我知道 京剧唱这个好听 咱们国家戏曲非常丰富 好听的有的是啊 这个 我建议您 这个咱用平剧唱一唱 绝对好听啊 不是不是 您这胡出主意 不是 咱们会胡出主意 平戏哪儿唱得到 平戏以三小为主 小生 小淡 小花脸 唱这红镜戏 平戏没法唱 咱说的是好听 你瞧 咱们天静 平戏明家出的太多了 是 新凤霞小白说 都咱们天静出去的 好啊 你这唱出来 好听 好听就行 用平戏唱 你瞧瞧 咱让他唱 他一唱这气势就变了 这好听就行啊 平戏一唱就好让 您来学一唱 您来学一唱 好 小马同 你与我 忙把录影啊 你看 官二爷我已不顾 好 走尽了 不成 您这是官老爷 我这官老喽 来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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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呢是一个特别受人尊敬的职业 那你能不能说出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 有谁 那如果要说的话肯定特别的多 但是首当其冲肯定想到的就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 教育家哲学家 孔秋孔仲尼孔圣人 没错 那孔子呢被尊称为是万事师表 有弟子三千 还有七十二贤人 这都是他的弟子 这七十二贤人可贤了 咱就不说下岗的事 也不提孔子和树洞的事了 多佳姐对春联这个作品你会啊 那你必须的呀 论语就是儒家的著名经典 哦 既然提到了论语 那我得考考你 又考试 对呀 你都提到论语 我干嘛不考你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 论语是谁的语录 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 没错 那智者乐水人者乐山的下一句呢 下一句应该是智者动人者静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是出自论语吗 是啊 那接来的几句是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顺七十而 心从所欲不欲举 厉害呀 对达如流 提前都查过了 那除了孔子之外 还能不能说上几位其他的著名的教育家 有中国的教育家挺多的呀 你像老子 孟子 庄子 荀子 寻子 韩非子 佳姐这回我得考考你了 你来考我 这些为什么都要被称为子呢 这个也难不住我 子呢是古代对于德才兼辈人的一种尊称 就像我们现在管教授我们知识的人叫做老师 管有德有才有学识的人称之为先生 是一样的道理 好的 佳姐咱们就考到这儿了 不要再相互考了 好 那接来咱是不是放松一下啊 好 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相声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啊 谢谢您 你看又来到相声大会这个舞台啊 我一上来我压力很大 怎么着 我要火不过人家怎么办 有这个顾虑了 对不对 人都挺火的 是 到我这儿火不了 要脸的我 不是 你等会儿 对了 你冷静点 我还火不火了 我说 你都模糊了 不至于了 你不要这样 你讨厌 你别那么激动 知道吗 咱这种问题 干着急没用 那是 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兄弟 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 对不对 你把脑袋激烈了也没用 就是 必须得找原因 我为什么就不火 你找到原因了吗 找到原因了 什么问题 搭档不行 你这是吧 我不敢说啊 咱那个业务能力有多强 咱不敢说 那最起码都 我干了年头长啊 对吗 我十十岁 就开始学艺 到现在二十多年 一直活跃在舞台上 而且天津的各大晚会 我都没少上 武清春晚 保底跨年 宁和元宵晚会 我必到 你露了脸呢 对吗 像什么洋葱高跟节 冬早丰收节 沙窝萝卜采摘节 最值得纪念的 季县山货节 柿子采摘节 我给捡的彩啊你知道吗 你真不缺嘴 我摘的第一个柿子 好好好 我就活不了 活不了 就耽误在他身上 都怨我 你看大伙长的那模样 我那模样怎么了 大脚头上长一脸 说还挺威腕的 往那一站能把孩子吓哭了 你说我能火吗 不是你这嘴怎么那么损呢 你看看这倒霉德行 今儿都说到这儿了啊 朋友们 那我就说说我心里话 好好好 真的啊 这么多年我不就一直拉不着你走吗 谢谢您啊 没有我你早就完了 您说咱搭的那么多年了 商演也没少接吧 你说心里话 哪个商演是冲你来的 不都是找我吗 人家本家还说了 行律师 只要您能来啊 带谁都没关系 您就算带条精班都行 您说我们俩那么多年的搭等 有演出我能不带他 带条精班去吗 而且每次的演出费 都是刀切账的 这些年你三十五十也没少挣吧 带条精班去呢 一旦狗粮解决了 比你便宜多了 你哽咽了 无言以对 你看刚才 在后台啊 跟那些女导演们贫情 跟他们聊 你嘴跟被灌口似的 你看一上台 死过去了 靠我一个人 撑起全场 好好好 我容易吗 不容易 那个哥哥 咱今天在这场座上 能跟您商量个事吗 什么事 我能说句话 兄弟 好啊 是吧 您说句话 导演发钱 你拿着我还不冤 你看有时拿不着 就一句啊 没事 就一句我不客气了 我听你 说 我不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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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好 好 好 我修了 真走了 真的说实话 他这撂挑子不干 他属于义德问题了又 艺术不高 义德有问题 他不是绝我 这绝您的你知道吗 幸亏您给我救了个场 今天我穿大褂给您说回脱口秀 来个单口相声您听吗 好 好 马兽毛肠蹄子胖 老两口子蒸热炕 你看 没囊没气 看到吗 没囊没气 这个吗 灰头土脸就回来了 谁谁谁灰头土脸 谁灰头土脸 谁灰头土脸 我这个后台 告诉你啊 打今儿开始别说我没上眼 什么意思 到后台我接电话 接电话 有电影现在找我拍去 行了 得了吧 你快别吹了 为什么吹 电影找你拍 对了 那拍完不成近片了 这什么话这件 什么近片干嘛 告诉你 你现在真有电影找我拍去 哪个婚庆公司 就红浪漫 婚庆公司 你能有多大公司 这回不一样了 大传媒 大制作 大手笔 怎么吃猪尾巴了是咱们的 人家说了就我这形象 符合他们的角色要求 我不到场不行 找你拍电影 找我拍电影 你告诉我干嘛 我干 气我对吗 哎呀呀呀呀呀 是气我吗 怎么了 你不是气我吗 谁气你 你这没安好心 我该为什么告诉你 为什么 我给你安排个角色 特意向人家申请的 我还有什么事呢 你说的 你刚才跟大伙也都说清楚了 你喇叭我那么多年 遇着这事 我能不安排安排你吗 算你小子有孝心 那什么叫有孝心呢 这点 行行行 我先问问你 就演那么个玩意儿 给多少钱 这人啊 什么都不懂 你说话那么轻视 这么个玩意儿 演这个 给多少 这数 也一百合 你见过千吗你 高点 一千 高点 高点 一千一百一 扭劲吧你 往高了猜 一千一百一 一千一百一十一 你过光棍节呢在这儿 你直接说多少钱不就完了 多少钱呢 多少啊 十万 爸爸 别那么论哪 确定是儿子是什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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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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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了是吧这 都见证人哪这都是 我就是感叹一下 这种感叹很特殊 是不是 挺感叹 那去吗 我觉得啊 嗯 在不影响正常演出的情况下 可以试试 就怕耽误你演出 我没演出 挺实在啊 是 那去啊 那行 我再问问您 那你说 就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 这电影 名字可好 我听听 《天津传奇》 你听听 我还说咱天津的事 本地的事儿 那天津传奇的事多了 啊 演哪段 哪个啊 啊 哪吒闹海 知道吗 天津的事儿 是不是 没错啊 哪吒就是天津人哪 没错 哪吒他爸爸 嗯 陈塘关总兵 嗯 李静啊 他这历史学的 就驻守在现在的 河西区的陈塘庄嘛 对对对 天津人 没错 天津的事儿 好不好 你演谁啊 我演哪吒 导演瞎了是吧 怎么了 这什么话这就是 哦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你演早期的哪吒 对了 你演那肉蛋 我 哎 哎 对了 我演肉蛋呢 哎 拼儿扒在屋里蹦 嗯 然后李静的一宝剑 啪 给你开瓶了 哪吒从你脑袋里 嘟儿钻出来了 对吗 我跑那玩命去了 对吗 废话的哪吒是你这模样 你见过哪吒 没那糟糊 还是 那你知道哪吒长什么模样啊 那个电影电视剧那动画片 我也没少看对吗 这这这这这 是 是不是 那哪吒什么形象 嗯 小男娃 啊 小孩 你瞧你这长得跟鲁智绅似的 你 你像吗你 关键就在这 嗯 就是因为以前哪吒的形象千篇一律 大伙看着有审美的疲劳 所以让我去演哪吒 导演读出心裁 哎 对喽 有点重口味的 哎 这个不提 这个不提啊 就是让我哪吒 就你演哪吒 哪吒是哪吒 那我演谁 你演龙王 会挑 是不是 会演诗英雄 哎 我演龙王可太合适了 是不是 你看我这模型 你这 不是 你这干嘛呢 李希子 那行 你别臭美了 行行行 任务你也认可 可以 没问题 朋友们不好意思 怎么着 相声大会今天到此结束 我先走了 别别动啊 我还放带包了 我得拿钱去了 不是 你什么拿钱 不是 你干嘛你 我走 你哪儿去 十万块钱呢你 什么十万块钱呢 我拿去 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他也说了让你去行 但是得先让我给你试试戏 你给我试戏 知道你 高演说的 行 行不行 你说怎么演吧 怎么演非常的简单 我听听 就是我到海边去玩 跟龙王产生了一段对话 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那来吧 什么来吧 开始吧 什么就开始啊 试戏了 你这状态就不对啊 我怎么不对 怎么不对 许贤 在这儿说像是里边 你了不得了 年轻人得说你不差 但是演戏 你门外汉呢 还真没养过 你没养过 你根本就不懂这里的事 门走多急了 因此上你得跟我学习了 我得跟您学 对了你得看看我 你看看我 对人物的理解 对人物内心的诠释 完全靠演技了 好 那我跟您好好学习 你跟我们好好学习 可以可以可以 你在这儿站好了 没问题 等着再出来就来 我们去试戏吧 试戏啊 那开始吧 来 不说试戏吗 不在这儿试 厕所试去 怎么还跑了呢还 预备 又挂 X 这来了 没办法脑子刮得太干净了 可能是幻觉 幻觉 我都想抠眼了 怎么那么难看呢 关键看的不是演技吗 我跟您学演技 您注意了 他出来就来 看演技啊 真的 看着呢 这属于执发失败了 今天我到海边玩耍 大海好漂亮 这演技太拙劣了 别废话接戏 道道接戏 我是龙王 小鬼 你过来找你有点事 不不不大哥大哥你还狼狼狼 龙王还没来呢 没来呢 没到 那这会儿是夜车 夜车 哪吒看见夜车在抢同男同女 一枪关圈啪 把夜车打死了 然后才到我 明白了 行你夜车呢你把它找来吧 没有夜车 我还得演夜车 你琢磨这道理 你琢磨这道理 什么道理 夜车不死龙王出不来 龙王出不来 你这钱就挣不着了 我不为钱啊 为了艺术嘛 行 行吗 我演夜车 你演夜车 现在开始 您先等 等会儿吧 怎么了 不对 怎么不对啊 我一人演俩 这一放出去 那不穿帮了吗 不用担心 咱后期有特效的处理 谁也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 是 那就行了 那咱开始 我再问一下 那夜车怎么演呢 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呢 夜车你都不会 夜车嘛 就是 相貌丑陋 秀车恶煞 好 连窜带崩 不说人话 行 开始 不说人话 那不说人话吧 说什么呀 你得说夜车话 我得说夜车话 对喽 我可得会呀 怎么了 不是 夜车话怎么说呀 夜车话嘛 你就 夜车话 你教教我 夜车反正 夜车就是 夜车就是那个 反正你乌拉巴拉 不说人话就对了 那我明白了 明白了吗 那我行 你可以 我最不会说人话了 你看就这特点 那咱开始了 明白了 夜车 准备好 预备 嗯 开始 今天我到海边玩耍 大海好漂亮 耶 整个一笑果气成功 这是 咦 这是个夜车 你说你要抢同男同女 你还要吃了我 你说我长得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堪称当代小先生 不要夸了 不要夸了 说什么也没有用 我还没出招 白灵 看招 白灵 我还没出招你就倒下了 咦 这又是谁 那 到我了 我是龙王 小鬼 你不是龙王 你过来早有点事 别玩了 不是 龙王还没来呢 那这会儿谁来了 龙王三太子 敖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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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炳看见自己的夜车 被哪吒杀死了 要为夜车报仇 跟哪吒打在了一起 结果没想到 被一千公圈 啪打死了 然后 我先问清楚了 然后到谁 龙王就来了 就到我了 就到您了 我明白了 可以 敖炳的 没有 您来敖炳 我还得演敖炳 你说没道理啊 敖炳不死龙王出不来 龙王出不来 你钱就挣不着了 我不为钱啊 为了艺术嘛 我演敖炳 你演敖炳啊 可是敖炳有难度啊 有 有什么难度 敖炳词多啊 有什么词 我听听 你琢磨点 敖炳看见自己的熏海夜车 被打死了 是 他生气啊 大胆小贼 几个上官的熏海夜车 你看着呀 结果没想到 哪吒一千公圈 啪 敖炳和夜车死在了一起 完了 词不多呀 还没有那蹦 把啦蹦废事了呢 你怎么没明白呢 啊 关键他敖炳说人话有难度啊 要说这影视圈的钱好挣呢 您知道 你怎么样啊 我能胜任 你可以啊 我没有问题 一人两拳 可以 咱开始了 快点 今天我的海边玩耍吧 大海好漂亮耶 这是个叶傻 你说你要抢同男同女 啵啵啵啵啵啵啵咱 你还要吃了我 把蹦啵啵啵啵啵啵 你说我长得阮rik潇洒 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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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t 我还没出招 你就倒下了 这又是谁 你杀了我的把了蹦 以前一扒了他就蹦 现在怎么扒了都不蹦 你杀了我的循海夜叉 你看这儿 把他 爱要求 我要和我的把了蹦死在一起 把了蹦 我来了 我还没出招 你就倒下了 他就这句手 咦 怎么变天了 还下起了雨 等我来 我要回家了 回来 你回家我找谁想 滚 接着眼 好大的浪啊 浪上站的难道是 不错 就是我 没猜错的话 你可是东海龙王 我是东海龙王 那你旁边站的可是西海龙王 我是西海龙王 插着腰的可是南海龙王 我西南海龙王 蹲着的可是北海龙王 我北海的 这像话不是 怎么了 这龙王在那儿蹲着是吧 就地 在这儿说了怎么那么多呀 你不演龙王吗 我演四个龙王 先勺 谁呀 谁呀 哪个事 什么剧组没人了似的 你这话说 我不还在这儿呢 就你一个人呢 赫上 你给演一剧 我这演不了 好家伙 十万块钱 把人往死里用 没 没那意思 不行的 不不不 这 这样 你演一个人 不给你十万 行吗 不为钱啊 那也为了艺术嘛 肯定 那关键我不知道都演谁呀 没关系 我只要提到谁 您就迅速地进入角色 这我最拿手 可以吗 可以 那咱开始 那来吧 好 四海龙王今天来我 陈汤官有何贵干 北海龙王 不要说话 东海龙王 你说 你打死了我的爱枣饼 欺人太深 北海龙王 不要装嘴 西海龙王 你讲 我那大致的 让你给弄死了 我就是来讨个说法 北海龙王 别说话 南海龙王 你说 我的大鸡鸡洗得好产呢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呀 北海龙王 南海龙王 西海龙王 东海龙王 都不要说话 你有病是吗 我跑这做操来了 我是 爹爹 什么玩意儿 爹爹 爹爹 哪吒罗的祸 由我李竟 一人承担 爹爹你看 东海龙王他不答应 哪吒必须要死 爹爹 不要为难他 西海龙王也不同意 哪吒不死不足以平民烦 爹爹 不要为难他 南海龙王也不答应 小鬼必须喜笑笑 爹爹 他不要为难他 北海龙王气得 胡子撅起来了 我整死你 爹爹 你死去 你要我去死 你不死我就累死了 那好 既然你们和我爹都那么的无情 咱俩谁无情啊 为了承担我造成的后果 为了陈唐官的百姓 接着我哪吒 就一死 谢罪 好 哎呀 我以为见着削头发削死 哇 凉透了 死撬撬了 那演完了这就 该给钱了 哎 哎我说 你看一提要前装死 看见了吗 啊 有捞面是吧 给我把半算 坐着 谢谢 办什么算 干嘛你 给钱 给什么钱 拍戏的钱 对对对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拍戏的钱 那肯定一分少不了你 那就行了 那那个 哥 上了个事儿去了 你说我听着 咱这剧组经费有限 那是 李静那个角色 能不能算你送给我 咱这关系 那么多年搭的 十万块钱还不过吗 你这意思 李静送你了不就完了 大人大义 大人大义 那我可算了 你捣着账 我算了 你算了 把喇碰 鞦饼 四海龙王 你给我六十万 我一分不给 对不起 凭什么呀 刚说好的 十万块钱一个人 对呀 十万块钱一个人 对呀 你演的哪有人 都 都是海鲜 都是 我 那李静是人呢 你送我了 我 不是 那几个没送你 都是海鲜的 都不是人的 都不 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明白了 你不是人 这叫什么 你知道吗 我走啊 懂什么呀 刚才呀 当着亲爱的观众的面 说你两句 你看 你不高兴了 没有 你上来折腾我 你看 根本没有拍戏 这回事对吗 你就是骗我 你要不信 我带你找导演去 找他干嘛去 再给你加两海鲜 不去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 那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 你能说出来几个吗 哎呀 嘉姐 你的格局是越来越大了 放眼全世界 已经到全球范围了 对 那我还不敢说太了解 您能列举几个吗 我估计是我给你问蒙了 我说出他们的名字 你马上就有印象了 是吗 比方说 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 托尔斯泰 是不是很熟 第三位是哪个胡同的 反正不是相声那胡同的 其实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这是世界范围内 著名的教育家 是 尤其是我呢 其实对于苏格拉底 和亚里士多德 我还真研究过 我研究过 我研究出了结果了 什么结果 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的师爷 他们说相声吗 他们相声有没有门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关系 什么关系 苏格拉底教出了一个 很著名的学生 叫做柏拉图 柏拉图有一个很著名的学生 叫亚里士多德 也就是说你仔细捋一下这个关系 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的师爷 这么叨叨出来的 这怎么听脱像 相声门里的试诚关系 所以说他们也得有一个传承谱 所以说这个世界历史当中的 这几位著名的教育家 他们有各自的教育的观念 也对教育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实我们的文化 知识和智慧的传承 都离不开这些教育家的 这个辛勤的耕耘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成长 都离不开自己的恩师 那比方说 回想你在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哪位老师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对你的影响最大 我觉得我的成长是特别幸运的 我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师 他们无论是从专业的技能上 还是从做人的道理上 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尤其现在在我的心里 有两句话 我是当做座右鸣的 好 那你说是哪两句话 一句话是当时我的师傅 刘洪一老师曾经跟我说的 在我学相声的第一天 告诉我 你既然说相声了 你就要当虫子 怎么个虫子呢 要当玉米虫 玉米虫 面对着相声 你要往心里钻 哦 深挖 要深挖 这是一句话我记住了 还有一句话就是 我上大学的时候 教我们叫中国法治思想史的 一位老师 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25岁取得了博士学位 哦 好厉害啊 所以当时他说过一句话 这句话对我特别震撼 怎么说 就是我们做学位也好 面对世界去思考的过程 就是质疑权威的过程 质疑权威的过程 就是你不要像先人那样 一步一驱地追随着他们 而是要在质疑的过程中 在批判的过程中 这样人类才能更进步 说得好 这两位老师可以说 给你的是两个金句 所以这两个我拿着当座右铭了 有一天还能当木志铭 谁给我刻背上了 会有后人给你刻背上 怎么经典的句子 我不给钱啊 感谢回想跟我们分享两个金句 其实这个两个金句 不光对你有用 我想对于很多正在学术 在自己的梦想道路上 深耕的人都有帮助 对对对 那说过了你的故事 接下来咱们听听相声 好 一起来看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耶果 特别喜欢给大家说相声啊 yeah his name is 耶果 and he is very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说 学 斗 唱 a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很好 滴水之恩当涌圈相报 yeah china has a thing china has a thing you di da di da to me i hua la hua la to you 好 说到这里 我想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很喜欢天津 okay he wants to say hello to everybody and he loves天津 go go get jack you see 了吗 sma la 他死了 you want to say go go get jack sma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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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来到天津 相声大会 今天朋友们特别的热情 看着外国朋友说相声 那今天咱们俩得好好给各位说一段相声 不说了 怎么又不说了呢 咱们俩来探讨诗诗词怎么样 这外国人来中国啊 先得学说中国话 再学什么汉字 对吧 然后呢再研究点 你这诗词啊太往后了 诗词有什么难的吗 我都学两年了 两年呢少点 不过呀 要认真学习这两年也够了 是 说两年其实不到两年 哦 怎么呢 因为我身体不太好 我病了一些日子 哦 你病了多长时间 一年领十一个月 哦 就学了一个月 放了二十九天假 就学一天 那天是圣诞节 他一天都没学 行了行了 好嘛 你把圣诞节都想起来了 那你这不就是不会诗词啊 我不用学 我这诗词啊 我这是天赋 我随时随地啊 我可以朗诵诗 哦 那今天这机会太好了 给朋友们朗诵一首诗 朋友们欢迎不欢迎 好不好 加油 那 那这样吧 我给大家朗诵一首 我爸爸 老乡啊 大金子的诗 好不好 好 别说了 这个大金子在哪打工 什么叫大金子的诗 大金子 你们不知道吗 大金子 没听说过这是 大金子啊 不知道 世界著名的诗人作家呀 普希金 普希金 你管叫大金子啊 对啊 老子 孔子 大金子 不一样 这名字太水了 他这首诗的名字好听啊 哦 这首诗的名字咱们听一听 这名字叫冬天的早晨 那咱们来朗诵一下 行 好吧 大家听一下 冬天的早晨 那身体还是不好 这叫药气吗 这叫乐气 这叫乐气 乐气嘛 你管得着吗 冰霜和阳光 多美妙的白天 无眉的美人啊 你却在安眠 美人啊 美人啊 醒来吧 醒来吧 还真睡着了 这个诗啊 我听这个刚才说什么 无眉的美人 无眉的美人 还醒来吧 醒来吧 你看他弹的在朗诵 他只能越睡越沉 啊 醒不来 所以啊 这首诗 我建议你 不要用中国话翻译过来 那 这样去朗诵 那你怎么说 你怎么念 用我们的方言 比如说东北话来朗诵 东北话啊 朗诵之后你会觉得 哎呀 这一定会醒来 行 那我给你伴奏吧 那咱们试一试啊 试一试 试一试 哎呀 妈呀 冰茶子和老银已经晒定了 你咋还坑此别度 在炕上不行的 哎呀 我说你起不起 你起不起 不起 我消失你 我 成功了 我起来了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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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这 你这 怎么了 太不文雅了 这怎么不文雅啊 那是因为你原来的诗 翻译过来以后 你是目的达到的 这个词啊 它就是不好听 我告诉你 你们中国的诗都这样吗 不是 我们中国的诗词啊 不仅有优美凝练的语句 还有高超的写作手法 还有很多的名人名句 那你说了这么多 你举个例子呗 我给你推荐一位诗人 嗯 好吧 东晋时期田园派的诗人 嗯 叫陶元明 哦 大名字 什么叫大名字呀 别跟人启拜 行行行 陶元明的归原田居 哦 哎 种菜的还写诗啊 啊 农民诗歌爱好者 哦 管着那么多呢 行行行 先听我朗诵 你说吧 注意这首诗啊 众斗南山下 草盛斗苗兮 陈兴李荒辉 带阅河除归 哎 注意 这个字不念河 嗯 念贺除归 我们外国人呢 其实不太理解这种诗 你怎么不理解 就我们觉得呀 他这种诗啊 他种菜水平不咋地 他怎么种菜水平还不咋地呢 对 你前两句是什么 大家仔细听啊 种豆南山下 我以为种的挺好的 第二句 草盛豆苗兮 你看吧 他种的是草还是豆啊 种的 豆 那怎么是 草盛豆苗兮啊 啊 我知道啊 他呀 他买 他种子买错了 他开始种 种半天高兴的 哎哟 一看全都是草 哎呀 哎 他没关系啊 他上公园去种草 因为我们那儿啊 喜欢在公园里 人家没想种草 他想种豆吧 他想种豆 豆长不出来 应该 应该种玉米 种什么 在我的国家呀 我们喜欢种玉米 因为我们的玉米啊 很多人都喜欢买呀 嗯 卖以后呢 我们就会出口 出口很多的国家 现在我们特别流行什么呢 直播 因为上我的直播间呢 九块九 我们两公斤抱有 我们三二一 上连京 行行行行 老朋友们 都把链接给我摔了 哪儿啊 你就这儿说说说 你就这儿带货来了 兴奋了 别兴奋了 人家陶元明 人家没卖玉米 人家没种玉米 知道吧 人家这前两句 他只是个意境 他这后边两句 后边两句 后边两句是什么 后边两句 陈兴李荒惠 戴月贺除归 你看这两句 他表现出陶元明很勤奋 早晨天不亮 就得去耕种了 晚上月亮出来才回来 是不是 工作特别努力啊 多勤奋啊 那还种得草剩豆苗西啊 对 我明白了 我明白 他呀 他早上起来很辛苦 他工作到晚上 他累啊 是 他晚上他怎么样啊 叔叔 他得睡觉 是 他早上啊 他睡得太沉 对 起不来啊 他累一天了 老婆过来找他啊 对 他说美人啊 你起不起啊 你不起我消死你啊 行行行 好嘛 这陶元明还找了个东北媳妇 你知道吗 不如找天津的媳妇 哪有天津 我跟你说 你别给人瞎安裳 知道吗 人家这首诗表达的是 他这个意境 和他这个勤奋劳作的感觉 没没 你这老外到底懂不懂诗词 就给我们瞎解释 你别以为 我们老外只知道功夫长成 我们还研究离骚诗经 不用研究离骚诗经 今天我就是当着大伙 考考你这诗词 你要不然你就给我们 朗诵点中国诗词 让我们看看你了解诗词 这样吧 我们到了天津 我们就用天津快板的方式 把诗词唱出来怎么样 天津快板唱诗词 什么 朋友们那咱们来一回怎么样 好吧 来来来 来 放音乐 主板这么一打呀 我们唱起来 好啊 唱一唱 诗词歌赋 杜甫和李白 哎 外国小伙儿啊 那长得还挺帅 中文说的这么六肯 中国没少单呀 我坐穿道运河 又往天津开 来这儿了 儿童相见不相识 问我打哪儿来啊 打哪儿来 我住成将头 郡住成将尾 是 日日思君不见君 供饮成将水 这小伙儿学习很用心啊 我是很显慰 什么功夫武术说相声 是骂也没学会 倒是唐诗选曲 宋词八卦的贝勒也答对呀 其实明月庙 好 盛唐长歌美 美 脱口而出 我拿手 你猜在说的谁 你来吧 冰上喝阳光 啊 美妙的白天 妩媚的朋友 你却在安眠 有点耳熟 你骑不起 不起 我笑死你 又想起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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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招木杏雨 一声念诗恩 在这里我们要说一声 老师们你们辛苦了 教会如春风 诗恩深似海 祝您们 教师节快乐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相声大会 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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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 飞 前面 前面 平 j